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谈一下从唐山打人案延伸下来的问题 其实这个唐山打人案的延伸下来的问题 其实好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从这个唐山打人案的延伸 你可以注意这一次其实延伸的很奇怪 它从一个案件实际上变成了地域黑 它在黑一个地区 在以前呢,这事是没有的 而且这个案件啊,它能成为舆情案 你要知道现在呢,我们各种网络平台啊 它各种的算法都非常厉害 你要像唐山打人案的这么样的一个非常血腥的视频 你上传到平台上的话 一般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时间就给你限流了 而这个视频呢,你没有限流 而且呢,广泛的传播 你要如果大家有点经验的话呢 你就哪怕呀,你传点什么电影,影片 影片里头有点血腥的镜头 它都会呢,系统给你限流 而这个视频不限流 而且呢,早期因为我也深度的参与了 这个云南的这个打人的案件 云南的这个打人的案件呢 可以发现什么呢 这个云南的打人案件 它也没有呢,把这个事呢 变成一个地域问题 它是按照这个的,是对于这个司法的制度问题 它没有变成地域问题 唐山呢,就变成了地域问题 你要知道这个里头的差别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节奏啊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换 其实我们还是要想一下的 在这个时间节点 这件事儿 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个地域问题 而且呢,它能流行 实际上呢 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啊 在最近网络是出了一些事儿的 而且出了一些事儿呢 它的着重点啊 看似的好像都是为了这个事情本身 但实际上它的着重点呢 实际上是在说中国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它在说中国的时候啊 一说起来呢 你这个中国就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好像你中国多黑似的 我们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是多黑似的 实际上这个在唐山这个地方啊 其实对于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它在这个宣传唐山打人案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很多普通的网友 实际上是对这种恶性案件很憎恨 然后现在呢 就宣传成这整个地区 还有整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啊 整个地方呢 还真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的话呢 这整个地方 你要真去唐山 你会发现啊 唐山是北方少有的 有夜生活的城市 而且呢 它有些地方呢 它的夜生活还很丰富 包括呢 你看打人案的这个视频 到了12点以后 它的烧烤店 还有很多人呢 对吧 如果这个地区啊 我就说了 这个地区要是真是像你想的很乱 这个到处都晚上呢 流氓横行打人 那么一般人 他也不敢出来 对吧 你可以看嘛 那个视频呢 旁边还有其他人 还有带着女朋友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的夜生活是比较多的 它夜生活比较多的时候呢 它相对来说 它的治安 其实比很多的 大家认为的这些北方的这个城市 它治安要好得多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说了 它造成这个现象很多时候是什么 是一个制度性的漏洞 你没有对这个群性滋事流氓罪 以及那酷刑折磨 整整整整整整的 它的一系列呢 实际上变成了流氓和基层警察的生态 这个生态啊 在全国普遍存在 所以它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一个代入感 而这个代入感以后呢 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地域黑 这样真正要说的话呢 其实好多网友啊 他并不知道 虽然对于唐山这个地方呢 在很多海外人的眼里 你说唐山的时候呢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在说中国 实际上这个事呢 它迎合了什么呢 就是说海外的 还有一些反华的 一些反党的势力 对中国的抹黑 其实你要知道 这个事已经就是说 不是仅仅的 那是一个唐山问题 在中国的境内呢 可能觉得是个唐山问题 但是它已经散发成了 一个全球影响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的抹黑 像这个唐山这个地方啊 很多网友他并不知道 唐山的名字怎么来的 唐山这个名字呢 就是大唐之山 李世民在这封的 而且呢 在海外呢 过去没有华人的概念 华人是在民国以后建立的概念 早期呢 都是叫唐人 对吧 唐人 而且呢 唐山 唐山呢 那时候的对外贸易和出口 也是极大 就是这个唐山呢 不光是这个 你可以知道唐山的钢铁呢 那是相当于G7啊 两三个国家的钢铁产量 你现在好多人知道 唐山钢铁产量很大 那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呢 唐山港 是中国吞吐量按吨位算第二大港 而且历史上呢 秦荒岛也属于唐山 然后林荒岛也属于唐山呢 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会议 旅游区什么北戴河什么的 都在唐山进行 唐山呢 在早年出口就非常大 为什么讲出口非常大影响大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陶瓷啊 是中国的名片产品 其实呢 中国陶瓷出口最大的地方 不是你大家都知道的 景德镇什么的 最大的地方在唐山 唐山呢 从明朝的永乐年间就开始烧瓷 到现在呢 也几百年的历史 而且呢 唐山的陶瓷的出口量啊 最新的数据我没查到 早期呢 我是知道的 早期的话 在景德镇呢 在说我们争取出口呢 免达到人民币一亿元的时候 唐山呢 陶瓷的出口就是几亿美元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 那是差数量级的 差十倍以上的 是这样的差别 而且唐山的陶瓷呢 是当年啊 周总理要让唐山做技术公关 所以唐山的陶瓷生产的 古制瓷啊 白玉瓷啊 这些陶瓷的质量 是中国生产的最好的 所以它在大众生产上 是最好的 另外呢 你从真正从陶瓷产品啊 最复杂的陶瓷产品 是什么 现在 可以跟大家讲 是你想不到的东西 不是那个碗 那什么碗啊 盘啊 蝶啊 什么的 那个圆的 一个转机就解决了 真正复杂的是要做那些 复杂曲面的陶瓷 这复杂曲面的高级的陶瓷呢 这么讲 实际上是你的那些拮据 就卫生词 它那个曲面都是很复杂的 而且它要符合各种流体力学 都要算过的 现在呢 反正是世界的顶级的这些品牌 好多也在唐山代工 你就明白唐山的陶瓷 也就是中国的名片 包括呢 你看中国最早的 就民族工业 也是在唐山 也就是说 我们民族工业的 不光是钢铁陶瓷 包括呢 中国的第一辆机车 包括现在呢 中国的名片 这高铁的复兴号 都是在唐山生产 所以它的这个高铁啊 干什么 很发达 同时呢 唐山还有影响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文化历史上很发达 很多人对唐山的这个文化呀 都有什么 也不知道 唐山的文化呢 第一个呢 作为中国名片的 大家很多都知道的 皮影系 皮影系的那个 皮影的很多形象 全球都知道 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从唐山出来的 另外呢 影响大的 很多人都知道 唐山大鼓 唐山大鼓 唐山就是唐山下的一个县啊 那个烙亭呢 也是当年唐山的那些塔尔商富人 最富的地方 当年唐山的商业非常的发达 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实际上呢 就是平剧 大家都知道平剧 但是不知道平剧那是唐山的 所以在唐山的这个文化和科技都很发达的地方 所以它在唐山啊 这么讲 唐山的大剧院呢 就是可以和保丽剧院呢 是同步的 就是保丽剧院演什么戏 唐山就能演什么戏 它的大剧院呢 不是摆设 这个呢 也是很多地级是根本做不到的 它的文化是非常烦 它有一大票的文化人 所以它也有夜生活 所以外头对唐山的了解啊 了解的太少 但是呢 美国人呢 这些西方人都知道 因为很早的时候呢 做生意的时候 主要呢 唐山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包括嘛 人家说 美国总统吴佛 当早年呢 也在唐山发的家 当然发的家的过程呢 不那么光彩 所以这个唐山的历史啊 另外呢 唐山跟我们共产党走得很近 跟我们党走得很近 因为这个李大钊呢 就是唐山人 所以唐山呢 有很多叫做将军之乡 有什么的 可以和革命老区相比的 这个是外头不知道的 北方城市 将军的数量 在我党里头的影响 那个是很多人也不知道 因为当年是李大钊的原因 参加革命 包括呢 你看在开乱矿 像刘少奇什么的 也在开乱矿 搞工人运动 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和脉络 所以这个城市 跟我们党是很近的 所以在历史上呢 有这样的一些渊源 所以在西方的时候 你一说起唐山来讲 对于很多外国人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因为外国人用的陶瓷 最主要的话呢 中国出来的陶瓷 都产自唐山 当年跟外国人 有各种商业活动的 唐山呢 也非常多 上海呢 主要是买办 但唐山呢 主要是民主资本家 所以你要知道 当年洋务运动 中国最早的这些制造 包括你看 最早的水泥 最早的解剧 最早的什么 它有很多项底 包括呢 中国的民主资本家 发的现存的 最早的股票 都在唐山 你要明白 这个历史的延续 就会明白什么 就是说 在这个宣传 这个唐山变成地狱黑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 在整个世界 在整个这些外国人呢 光来看的时候 它已经就变成了一个 中国是地狱黑了 所以就会知道 这一次在唐山的事情上啊 就是说有好多人在造谣 而且好多人呢 造谣的非常离谱 为什么他还造谣 那个你看 这个嫌疑人呢 是我们某个开国上将的家人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唐山那个将军多 这是外头人不知道的 唐山确实是将军多 他是革命之乡 所以他的这个里头 这些谣言出来的时候啊 要了解一下他的历史背景 这个里头啊 可不光是老百姓自发的 他背后呢 应该是有一些推手的 这个推手的情况下呢 他实际上是抹黑了整个国家 所以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还是要坚决反对的 所以给大家呢 也就多介绍一下唐山 让大家知道呢 这个唐山呢 他一些历史文化 是怎么回事的 反正有机会呢 可以跟大家再多讲一讲 因为我本人呢 也算是阻击唐山的 对唐山的一些历史文化 还是有一些自身的了解 但是外边呢 确实对于唐山当年的 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 经济地位 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其实直到现在 可以跟大家讲 唐山呢 那个很多的 在唐山的军工和中央的企业 不算唐山的GDP的 不算唐山的财政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唐山的财政是 每年是要 巨额的上交财政收入的 不像说呢 好多地方 看着这个城市很发达 但实际上呢 都是中央转移支付 要给它贴钱的 你真正呢 给中央能上交财富的 算一算 其实全国的城市啊 并不多 对吧 或者是说 唐山有些不是 直接到中央 它到省里 省里在分配 所以这个地区呢 是大量的财富在输出 同时呢 你输出的时候呢 还有就是什么 你像电力呢 唐山电力很发达 平价 然后还有呢 很多资源呢 你包括中工啊 干什么的 其实啊 现在的价格偏低 但是它的贡献率是很大的 就如钢铁那样 你的钢铁的产量 是西方两三个国家呢 对于这个世界影响多大 所以就为什么说 外国人看唐山 和中国人看唐山 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呢 对唐山的很多情况 已经不了解了 唐山呢 有这么多的资源 和这么多的贡献 所以为什么在当年 叫大唐之山 它的这个当年的地理位置 以及呢 后来的在近代呢 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崛起 和世界的影响 也需要呢 大家多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啊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